Hello 大家好 想學塔羅的朋友 從這本書開始入手是最簡單的 那聽說有人花了春假八天就把整本看完了 然後這個是全世界公認的韋士塔羅牌 它的圖像意義是最清楚的 這個是百年套幣 所以它會有多出來五張 然後還有一張空白牌 這張是空白牌 那塔羅牌從這幅入手是最簡單的 因為它的圖比較容易了解 含有故事性 這個是魚人 它走在懸崖上面什麼都不怕 那隻狗跟著它 它的包袱裡是它前世的記憶 它拿著一朵白玫瑰 這個是魔術師 魔術師是一號 剛剛這個魚人是零號 這個魔術師一號 指天指地 然後它開始要變魔術了 下面有紅色跟白色的百合花 二號是女祭師 已經醞釀出一種想法 左右是黑白 就是一種想法 然後三號是女皇牌 開始懷孕了 東西要成形了 要有結果了 四號是皇帝 皇帝就開始爭戰 開始要創立王國 五號是建立社會的主教 六號是戀人牌 就開始個人的戀愛開始 然後七號是戰車 你不要看到戰車以為是火 它是水的 水像的牌 因為它是感情上的可收可放 然後八號是力量牌 一看就知道是獅子座 奇蹟的發生 因為要互相信任 才有奇蹟會發生 九號是影視牌 就是走在山裡 自己一個人找尋生命的意義 十號是命運之輪 它就表示看起來是沒有 因為輪子一直轉嘛 所以有好有壞 跟季節有關 然後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十一號是正義牌 它是看清楚你心裡的欲望 跟什麼是真的想要的事 十二號是釣掛牌 就是有一個人掛在那邊 釣在那邊 那它是身不由己 因為你就是要在這個社會中 十三號是死亡牌 就是這些都要結束了 重新開始 這個主教在旁邊 十四號是節字牌 就是有一些煉金術 煉金師發現的奇蹟 然後十五號是惡魔牌 你就是沉溺在這個人士的紅塵裡 不能自拔 然後呢十六號是高塔牌 終於讓你這些假象 人士的假象全部垮掉 然後十七號是星星牌 終於重新開始 世界重整 十八號是月亮牌 這是跟你的前四季 或者是阿卡西紀錄有關 然後十九號是太陽牌 就是見山又是山 見水又是水了 二十號是審判牌 一切都要面對你的誠實 最後一張是世界牌 經過這麼多努力 世界終於達到穩定 然後再來就是小牌了 小牌的話有分為全帳牌 水杯牌 還有寶劍牌 還有這個五角星牌 這個我們下次再介紹 今天先暫時介紹大牌 這本書不錯 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為這個很簡單的入門款 OK